提到了中国中共第一款的隐形长城轰炸机 轰-20即将问世了吗 因为解放军的空军招生芯片中 疑似就出现了轰-20的倒影引发了议论 另外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恫吓说 如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任期前夕访台湾的话 将是台湾政权的末日倒数 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驳斥了 还大酸中共官媒神经池 现在大陆网友也看不下去的说 天天吹牛谁信啊 还建议环时的主编该换了换 美国国务院取消内部所有与台湾往来的自我限制 果然触动对岸敏感神经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社论指 若蓬佩奥在任期结束前夕访台 解放军战期将第一时间飞临台湾上空 给台湾当局根本性的惩罚 环时总编胡锡进还指1月20日之前 最后10天是中国大陆给台独势力 沉痛教训的难得窗口期 台湾政权末日倒数计时的开始 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欧塔加斯 只环时再次搞错状况 同佩奥最后出访地点是在欧洲 本周并无计划访问台湾 他还呼吁中共以负责任的方式做事 这种神经质外交手法没必要 也相当危险 美中角力台湾无疑是关键棋子 美台关系走向备受关注 在此同时央视军事微博 也刊出多张北海舰队 No 潜艇支队在风雪中的 新年开训照片 指解放军无惧冬季寒流 以多项目的实战化演练 锻炼出经那期考验的本领 被解读是为日后 在渤海与黄海军演做准备 而解放军空军最近的招生广告 同样故意埋下伏笔 我就要向未来 我曾无数次问自己 我的未来在哪里 招生片主旨当然是 吸引更多优秀年轻人 头笔从容 飞向无限宽广的天空 我被讨论的重点 却在这一段4分11秒 影片快结束时 未来请你来 片中主角头盔上的倒影 被认为是解放军秘密武器 轰-20的首度曝光 轰-20是解放军第一款 隐形长城轰炸机 之前现身还是在2018年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发布的宣传CG 两次外形还不太一样 轰-20施发美国的B2 幽灵轰炸机不是秘密 而大陆军武专家指 轰-20的雷达横截面已降到最低 可能意味着隐形技术的重大进展 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东西文国际中心 总统不得